不過最近有一檔新貴的股票 也引發了這個話題 就是八方雲集 主要是他參加 台北國際牛肉麵節 結果在紅燒組的部分 竟然是拿下了冠軍 其實說到八方雲集 建勳大家都會想到 就是鍋貼 不然就是水餃 沒有想到牛肉麵這麼有名 我們先看一下八方雲集 最近的營收動能好不好 還不錯 他公告了9月份的營收 是年增大概有9% 全年1到9月也有8.65% 我就喜歡特別去看一下他的財報 他一季大概平均是賺2塊多 現金流很穩定 上半年有時大概4塊錢 他一度股價最好的時候 成績有200多塊 現在是100多元 你剛才講到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是最近為什麼他變得這麼紅 我們講這件事情之前 先看一下他最近的海外動作 可以是非常的頻頻 現在要去哪邊 要去達拉斯 要斥資兩億元取得第二座的 中央工廠 再來他去德州 奧斯汀 休斯頓 所以顯然八方雲集 在踏出了台灣之外 美國未來是他一個 很重要的基礎 踏出去之前 我就跟你說 我先拿一個金牌冠軍的 牛肉麵再說 這個是台灣的牛肉麵結 這已經20年了 我小時候當記者的時候 有去採訪過 非常的熱鬧 所以這次講萬安他也有去 因為很熱鬧 就是台灣的牛肉麵 日本 韓國都很愛吃 前三名 這是三個金牌 來看第一個是老龐家 家傳牛肉麵 第二個是岩漿火鍋 第三個就是八方雲集 大家覺得真是金呼連連之一 就是為什麼 鍋貼水餃店的牛肉麵 會得到金牌 被鍋貼耽誤的牛肉麵店 對 他會讓其他的參賽者 有點尷尬 對 人家賣鍋貼 都可以做到冠軍 好 那尷尬之二 端這碗牛肉麵的是誰 是梁瑟翰研發長 梁瑟翰我們一般不是都會講到 吃排骨 他不是排骨飯嗎 怎麼會搞到牛肉麵 所以他不是店名而已 他是真的有這個人 就是這一位 就是這一位 這位這個是八方雲集的 這個算研發長 他就這碗牛肉麵 怎麼好不好吃 我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吃過 就是糧色和研發 對 他的湯頭是他研發的 肉是他的其他團隊研發 麵也是其他團隊 但是湯就是他負責的 這一次我們就好好講一下說 這次比賽到底怎麼 你到底是因為看他長得帥嗎 不是 是六個評審一起判 而且是盲測 所以他們根本不知道 哪一家是哪一家做的 對 他是盲測 完全不知道誰是誰的牛肉麵 最後把它翻開來 就像黑白大廚這樣子 對 他沒辦法像中心實際上說 你長得好看我就給你高分 長得難看我就給你低分 盲測 然後那個評判長就說 八方雲集的梁思汗可能是香港人 所以他這個技術本來就不錯 其實我是覺得這個 以後牛肉麵節 我滿推薦除了這個審判之外 我是覺得我們的主持人 也適合去當裁判 大家都是美食高手 以後大家去八方雲集 不點鍋貼就點牛肉麵 我還特別去問一下八方雲集裡面的高管 他說其實牛肉麵在得到金牌之前 其實裡面的銷售就很好 一天總公司好的時候 可以賣上萬 可以上一萬萬 平常的差一點一天也有幾千萬 所以本來就是一個銷路很好 只是這次得到肯定 好 不過你剛剛也有提到 他現在在美國也是要他們重點發展市場 所以現在八方雲集就是要打國際盃嗎 希望成為東方的麥當勞嗎 我們要成為東方的麥當勞 能不能成呢 我們先看他的故事 我覺得其實很勵志 這一位創辦人叫做林家瑜 就是這位老先生 他是在股市裡面曾經跌過大礁的 他曾經付債超過兩千萬 他可能是那個時候 我們今年天下還沒有節目 還沒成年 還沒有看 所以股票就賠了 所以他投資曾經有巨額的虧損 對 巨額的虧損 他就想說我要怎麼還債 我姿態放得夠低 我就想說我賣水餃 因為我自己也愛吃 所以他一開始就做得還不錯 他想說我做了賺錢 我在那人家加盟 他加盟的規則 其實肥肥我跟你講很特別 他有幾個條件 第一個 要35歲以上 這個我們兩個都有 但是你要失業 你沒有失業不能夠加盟 再來是你要親自經營 所以他在第一波開放加盟的時候 他有這麼一個特別的情形 其實他是出於善意 可以希望幫助更多 可能在資金方面有困難的人 再來就是他很特別的是 一般這種加盟體系 我就是要收你很貴的加盟金 想辦法在原物量 壓榨你這些加盟者 他不是 因為他可能是負債創業 他苦過來 所以他是這樣子 我不收加盟金 那你說那我怎麼加盟 他就是把一家店做到賺錢了 然後我再把它賣掉 滿佛心的吧 就是我把你賺錢 那我就問說 那你把它弄到賺錢 那我這個授權金我要怎麼算 他說我這一家店 我可能要裝潢200萬 或裝潢300萬 我把整個店 就是弄到營運規模 有賺錢了 那我再賣你這個裝潢的費用 是這樣子 他當時就想說 一顆水餃賺一塊 一天5000顆 一個月就15萬 如果100家店 就能夠償還債 所以他一開始是還債的概念 就沒想到 所以他就要趕快拼命的 開更多店 對 這樣才還得快 所以他去按摩的時候 就說按摩師傅說 你要不要來加盟 按摩師傅說 你要不要來加盟 要去搬工地的時候 他就問這個工人說 你要不要來加盟當老闆 這就是創業者的一個熱情 就是這樣熱情 他就想辦法在台灣 站穩的腳步之後 要去進軍海外 中式麥當勞 中式麥當勞 聽起來很好聽 但做起來其實不容易 你光是去香港 其實就已經 一開始的時候有一點 去遇到什麼狀況 他2008年就到香港 去開閉新天地 但是連虧四年 為什麼會連虧 有兩個情形 一個是香港的加盟組 我喜歡出錢 但是我不想親力親為 這跟一開始的人 他剛剛說 你一定要親自去經營 而且你要35歲還要失業 還要親力親為 香港人不願意親力親為 他只願意投資錢 那可能是電給別人雇這樣子 對 這是其一 其二就是香港人吃飯 他裡面的茶餐 早上可能是蘿蔔糕 晚上或下午可能是三寶飯 我們裡面就只有鍋貼水餃 那怎麼辦 所以八方雲集的第二代 他想破頭了 想辦法說 我要豐富我的產品線 他加了什麼 牛肉麵 麵線 大腸麵線 蒸奶 把整個台灣的特色 都灌到裡面去了 所以製作單位特別把 八方雲集 香港的菜單全部羅列進來 香港菜單跟台灣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 他們有賣蒸奶 香港裡面有蒸奶 可以蒸奶配著麵線 配著鍋貼吃 最後有成功生存下去 最後有生存下去 而且也賺錢 現在整個八方雲集 在台灣的加盟店 還有1000家 香港有55家 中國大陸已經撤出來了 美國目前是有7家 我最後做一個小結 他能不能成為麥當勞 這可能需要時間檢驗 但是這個老闆 他有一個口號 或者他有一個中心思想 我覺得有打動到我 就是只要用心 就是這個水餃 也可以變成元寶 就是你只要努力 你只要用心 都可以變成元寶 可以賺到錢 中國大陸在林一辰宣布 對台灣進行圍倒軍演 我們要請教建勳 在這次大家覺得 是不是比較嚴重 他有明確標示 台灣的6個港口 而且這也是他們的艦隊 首次繞行台灣 對 從軍事上來看 是這樣整個繞行台灣 但是從經濟上 我們更關心的是 如果台灣整個被封起來之後 這個台灣海峽的重要性 就被凸顯出來了 以前我們在講中東 想說中東有事情 就是什麼蘇黎世運河 或者是荷姆茲海峽 會造成整個運費的上漲 但沒有想到 這次的環台軍演 讓美國的智庫也特別注意到 他統計了台灣海峽 進出的貨運的貨量 居然是全球的海上交通 五分之一 這個金額非常之巨大 所以如果真的台灣被圍起來的話 這個對全世界的經濟 會造成很大的傷害 有價價值是運輸 一年大概運了 大概78.74兆 所以這個占了全球20% 也就是說台灣這樣 如果真的被封起來 無法進出的話 全球都會受影響 我們進一步再來看 誰受影響最大 台灣如果有事 日韓一定有事 我們講一個具體的數字來講 日本運輸 依賴台灣的進口32% 韓國也進口台灣 有30%的東西 所以如果台灣 都這樣不能動的話 日韓的30%以上 他們都三成以上 對 它就會影響到 它的進出口會非常的明顯 不只如此 中國大陸本身 它自己影響最大你知道嗎 因為兩岸的貿易 一年有1.3兆 是日韓的 大概3倍到4倍之多 也就是說這樣子 一個環台軍演 影響的是中國大陸 它自己本身兩岸的貿易 所以這次有趣的事情是 中國大陸這次感覺像欺商權 我把你圍起來了 但是我自己本身的經貿 也是受到很大的影響 我們回到日韓來講 不只這樣子 日韓有很多的石油 都從